作词曲 李宗盛 因为每一次非常关键的时候 我们处于非常不利的时候 媒体出来办法 没媒体办法 我们几乎早就被打压下去 しかos 我从来没有说一定要选王叔弓 只是说老不信远乎谁就选谁 对对对对 你不管你不管选了谁 单从官只能就是说维护老不信 维护老不信的活发利益 你不能搞老不信的鬼 因为你的官不是你买来的官 不是你从连赌者带来的官 是老不信给你的官 肯定要选 那肯定要选 而且的话这个假 我们就说 我们要的话 就是说我们想慢慢就 就是了结了回更多一些 也就是说我们是坚决反对假寻求 我们就是说想尽一些方法 为老不信说话 别得不为不白分地说话 不为这个重罚 那社会私立说话 早就 这是很简单的 这个是这个不需要多说的 就是说的话 我们到这里所宣传的都是国家的法律 都是国家的政策 我们就是说 这些政策政府不应该像农民来宣传 但是政府的话它没有宣传 因为政府把国家对老不信 有利的政策宣传到那么了 他们来 能收费 能谈判 来的话要无养威 他们反对 但搞不成 就这个东西 就这个东西 选举的话 我们说官方的文件和官员所说的 和实际所做的是两回事 就是说他实际选 这个是他定好 谁都知道他定好了 要选谁 但是呢 他的文件 他的讲话说 你要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这个尊重自己的民主权利 投火神神一票 但是这样一个东西 是一个 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 但是一竞选的话 这个 推进我的那些人 都 我们当然不是一个单位 都在教育局 激发 他们都受到了所在单位的领导的批评 就是说这个 这是个非组织活动 第二个的话 就是杨林法 这个他不具有的新进性代表性 这样的话就是说 这个把 你们要把你们定的人选上 那党定的人 党推进的人怎么办 他谈这些东西 这是93年 93年的话 而且呢 这个我们的市委书记的话 这个在 在市里的副局级以上的 这个干部会议上 公开的把我的竞选材料 拿出来宣读 就是教育局 教育局有一个叫姚立法的 他要公开竞选 是人的代表 他这个 就是说 我竞选的内容 那些说法 就很一点像 49年前 这个国民党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交分的时候 那些是说法 对吧 这些 就是说法 你需要去担心说 谁来要我们死 那就能不能 我这女姚立法想到 我被人打死了 就行了 行 好的好的 好 他我这种宗生 被人打死的 女姚立法跟我随便 好的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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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为我跟姚立法跑前 我成了最 要说我换华 姚立法是缓革命投资 我是他就高凶 要杀也杀姚立法 减少他后杀我 我收华那文件里 抢的文件抢两刀 比我八大 对对对 什么文件呢 那个什么 我运了很多资料 我运了很多选举的资料 运了很多传单 运了那个华语 派出所的警察到 这个农民家里去收 这个华下的又收起来 警察收的 我华的时候 拦了我两刀 书记资宝主任 副书记三个南轮华的 对对 南义一刀 我说你打个电话 问姚立法 这姚立法叫我华的 对 在我刚才打的电话 叫姚立法 姚立法是的 是我姚立法的 我是支部书记的 姚立法 我是共产党卫的 我全是华的 还经过你吧 全国我都可以华 对对对 这姚立法给他打回的 这人真无声采取过 最后之后你华了之后 我就不华了 华了我就换华了 换华以后回来 我又不华了 华了说 你华了 没有问题 我又华了 华到我华了 鱼的就华了 还剩了半个的 但又有感觉 把我的抢走了 抢了我就把他了 谁来抢的 书记啊 书书记啊 两个人 他不按啊 不按这个 宣传选举话 那些选举话的一些 宣传资料 都是我们混头下来画的 但是的话呢 他们这个政府官员的话 你派警察 这个不准化 这个村里的一些 这个 一些的这个 虎派这个竹虫 也才的干预 不准化 那派出所的 派出所的 把那些发材料的人 都带到派出所去 带到派出所去 什么周固定了 张国议 专门来派出所的 找我老头子 我老头子要走生意 那他说是要把我老头子抓起来 我老头子说 哎 这些我妈 没了时间 你们要找我 晚上来找我 那就是直接赶到前江 该让我们走生意的地方 到处派一派一派 派人找我们 找我们围子来说的时候 围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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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生意 想哪个当村长 哎呀 你不出间了 你不住生了 就行的 我说不住生 要走生 我只要嫌 你要是问我们老不姓 当家的 我就不住生 选择都贪官了 我还是技术 要走生 我是想你说的 王树光 他这个 270 220 2020之前 他就听说要立法 后来就找到我家里去 找到我家里去 我就还在交流 慢慢启发他 你说王主任 原来是做什么的 王主任 就是2020 以前的话 自行车在前江城区 你收破 收废片的 收破烂的 收破烂的 后来我和他这样进行了 一个交流之后 我们多次见面 慢慢慢慢的 他后来就竞选冲 竞选的 公开的竞选 老百姓选择当冲官 我就说当村长 我们就要了当村长的 对 你是要了当村长的 他们是不要当村长 我们就要了当村长的 为什么 我说当村长的 都是不贪官的 他是秦职 他是秦职 他不是贪官一个人 是啥 不贪乎 贪乎 就是监督他们干不贪乎 监督他们 监督他们 监督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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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要把他拔下来 监督要打扰了 1月15号那天是选举 投票 这个有500多农民 认为他这个政府的话 操纵选举 这个舞弊是假的 这个不领选票 就是坚持要抵制 这样一个违法的选举 就是集体的喊口号 坚持在那个地方 在静坐 搞到下午1点多钟 选举至今停下来 没有停下来了 这个王书官主任的话 这个3月21号 我和我们一块 到这好几个人 到省民政令去上法 上法了之后 现在已经快两个月了 3月21号吧 3月21号去的 这个现在没有结果 一直没有结果 我们现在还技术要追这个结果 必须要他依法的 在法定期限内 要进行冲新的选举 老百姓的选举群 不能被剥夺 老百姓不能没有 他们满意的冲冠 我想中央知道他们是贪官了 我们就随时试试 你们就跟中央回报了 这老百姓都讲了了 贪官打人 请你打药的话 打成长 这都是他们请的 打的了 还要打我了 我这个当代代表了 给药的话学一下 一天了 还要打我了 说真的 打得的都要打我了 这是我们 在我的家里说的了 我还会经常来呢 听得不 那没有 没有 这就是这 没有 对 我们前讲的话 前讲四的话 是1999年4月6号 这个民政部表彰的 全国的基层民族的红旗 出命自治 魔方四 就是民政部授予的 这样一个称号 这就是基层民族的红旗 前讲四是全国的 基层民族的红旗 是民政部授予的 这样一个称号 我调查 做了很多程序的调查 最后调查的结果 就是说 全市的话 这个329个村 这个82%的村里的冲官 被测换 总共测了 这个619个冲官 就是村主人就187 这个 就是又非法这样 指定了 6590多个冲官 你这就是比黑气 还要黑呀 那怎么是红旗 这个就是说的话 这个今年的3月5号的话 这个民主义法治时报 头版头条 两个整版 通常标题报道 就是前件事的话 是全国的科技刑警室 但是这个 这个全国的科技刑警室 是造假聘来的 四人大的 搞那个假的 这个决议 拼来的 那么这样一个红旗的话 就被民政部马上就拿掉 前件事全国的 基层民主的红旗 也是科技 也是科技红旗 恰恰科技和民主 是我们的武士精神 而前件事的话 科技和民主的话 是假的 两立假的红旗 人大常委会是精度政府的 现在人大常委会都造假去了 这个谁来精度造假 就没人来精度 就更没办法 政府造假就是说是 由人大常委会来精度的 因为人大常委会它有个法律的职责就是精度人大的工作 是吧 但是现在人大常委会配合政府造假聘局国家的这样的科技行为室的称号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这个他下文静把我们那个人大常委主任 就是说天职 要那些车 他也不叫车职 就是要他不干我 他也是生活组织 是没有这个车的 这个是搞得特别大 我在这里介绍我是个共产党人 我老是说我所做的一切是 包括共产党严实我的 让共产党严延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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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今年开发去开会 开党的大会 我就在会了公开职务 我说把这个用语辩论好 究竟谁在反对共产党 谁在反对人民政府 我就打了个比方 比如说像97年 我们国家 党和政府 发表了一个纲颖性的文件 叫这个文件叫这个实则文件 这个文件里面呢 民权规定 农村收粮派款 不准打人 不准官员 不准在群州家里拿东西 不准搬学习班 不准派小分队 不准动用警惕景线 规定就非常清楚了 结果下面收的派款的时候 把老板就给他撕着打 就在我们那个浅江开花区 五天半 大大 一般七十七人 我觉得人大代表权力很大 确实很大 当然就是说 还就是说 作为他个人权力很大 当时的话 他有一个根本点 就是说 他是人大的话 这个人民代表党会 他的话 是以集体行使权力为特征 比如说 选举市长的时候 差一票也不行 差一票也不行 罢名市长的时候 差一票也不行 而且的话 就是比如说 人大代表的话 他有权力的话 这个 跃进政府官员 生个半夜 把汽车把他们的小混的派的人 就把我们圆着你们一斗石 然后就把你们积脚也积开 一进口 深秋的时候 秋天的 把秋真 深秋的时候 天气阴 我们那里已经很凉了 一晚还要盖着拨杯子 我看两口吃了条 在床上水彩的 大局一进去把杯子一圈 就把南丁盖了杯子一盖 就把车子一层 就拖走 拖到那个民事监狱的口 搞些什么 民当的就是 一口 就搞所谓 胡逼八强 他们说对 其实像鼻子虎一样的 鼻子虎 鼻子虎八强 他就说胡逼八强 他把他手当成蛋 胡逼八强 那么搞完的就是 双脚溃到 面向这个墙 双脚面向这个墙 空下去 手举起来 手 鼻子 胸部 膝腿 亏的这个地方 都要一条线 对了墙 那墙没则吸引你啊 一直举这个十几分钟 这个手就像那样 砍了几刀 受不了的 他一亏就几个小时 就把他亏的人 睡一下子 愿一下子 人就云死 就亏了这个样子 那你怎么亏了呢 就怎么亏了 这个手举得高高的 就这么高 老百姓 果不出啊 这是一种高 你老百姓 老百姓上访的话 你到他的办公室门口 到他的信反局门口 到他的办公室门口 到他的家门口 散调 他也不会理你上访的内容 甚至他会说你 这个是 散调的话 等等的话 是一个 一个犯罪 这样也是这样的 但是我是人大代表的话 我有权利 为老百姓的事 去约记民 市长 局长 乡政长 这都是法律赋予的权利 而且他这个权利 在360天 任何一天都能够行使出来 再就是双左雷骨 就是把你 一弄就是干 一板了 把你炒上的 你睡着 把你炒到八点了 但是上个小时 踩到个船 就到人上子踩 这也打上了 都是相亲的弟弟 都是临时 临时请的这些 这些混混啊 他们说的不好听 他们把他叫什么 叫做和社会的人 就把这些人弄 就弄起来 一袋隔离 一袋隔离去山餐 再隔离一双皮 就把他去买活来了 他就平平地打 你这种成药 我怕你这事 为什么要争取的话 竞选人的代表 就是要获得那份权力 就是要单选代表 单选代表就是要把代表的权力 就是用我来形成那份权力 我成为代表 我就能形成那份权力 那我来形成那份权力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 对社会的进步 对这个弱势权体 他们的利益 都能够 就是我能成为代言人 我获得权力的途径手段 是进选的 我承诺的 那么随着监督我 那就是选票监督我 我一借下来 选民不满意 不选我 很简单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这个社会 要进步 这个社会要公正 我们的每一个人 都要获得争赢 那么就是我们的选民 我们的公民 都来行使投票权 都来行使投票权 而且的话就是说 老百姓的话 这个票数 占总票数可能90%以上 腐败分子 或者是腐败分子周边的人 他们这个在总票数中间 涨不到10% 那么就是人民的力量 一定强大于 腐败分子的这样一个力量 那么就是说 老百姓按照个人的意志 按照个人的意志 他们这个挑选人的代表 而且京都人的代表 而且与人的 与当上人的代表的人 这样一个保持一个 紧密的这样一个联系 一个联络 互动 我想的话 那样是一个成本 非常之低 而且的话 这个效果又特别好的 这样一个 推进社会进步的 一个直接的方式 而且是 协入了我们的 宪法和法律的东西 只是说这个 协入了法律和法 目前就是说 目前来讲的话 就是协入了法律 和协入了宪法和法律 但是我的司机 做得不好 距离很大 机密办理 人民日报 这是人民日报的内仓 由前年人大选举四季 看基层民主的发展 姚立法典 三四二名 致敬候选人 在湖北市前 将是人大冠家选举中 最终全部落选 其中 所呈现出来的 违法违规问题 表明 面对基层群众的民主热情 某些地方官员 明显难以跨越 长期形成的 世卫羁绊 和行为习惯 不实当的行政干预 并不可避免 本文认为 贵族式和精英式的民主 都不符合时代潮流 和中国现实 必须构筑社会所有阶层 共治共赢的 共和局面 激发人民群众民 一起参与 而政府则需切实为之提供宽宽 环境 为什么 这个 极力无论 这当时 我们当时是叫万人 那名万人书 但是实际最后签名是3800多人 3800多人 因为当时我们 一个人时间比较紧 再一个的话 官方的话 就太阻拦了 因为110的车 就不断地跟踪 很酷 它是相当的 真的 不想让他们 没 我 袁 肚子 是 你的 以前 这个村长 人大代表都是上面指定的老朋友以前是这个观点 那么现在老朋友就说 这个我们也能 这个人大代表和这个村长 我们能直接选去产生 这个是我们的前面 最起码是老朋友已经从这个观点上已经在改变 那个就是打断了以前的话 这个完全是他们都已经定好了 只是要有走过场的那种一种思维 那么它现在就在这种情况下 它改变了这个事物 这个观点的话 那到了就可能的话 就是更多的站出来去争取这个决定 在泰村决定的那个罢免的时候 他们那边有一个小的村也同时提出了罢免的东西 那个罢免的东西当时的话 那个小庄村只有两千多决定 他们村就一千四百多决定 其实要罢免这个村长 但是后来被镇压了那个那个一个牵头人 也被抓了关了几个月嘛 就是这个就是说 他是独的 老伯都现在都知道这个 就是他们的观点现在已经改变了 就是我能够 这是我的前景 我要求这个前景 那么就是说 不是合以前的话 这次都是你们赐予了 就是说 我这就是你们安排好的 这样是完全打过的 但是我觉得这是它的心理意义吧 我提过问题 选举呢 它的目标是要选举当代的某一政府的责任 那我就问你了 那你在这种情况下 请问你觉得你维护一个村的 在一个村的这个城市上呢 维权有多大的意义呢 我的问题完了 就是说 去年那个温家宝不是说过吗 就是说你农民的话能管好一个村子的话 就能管好一个镇子 镇子管好就是嘛 我想的话 那个时候的话 老伯都留在这 懂得这一点的时候那个 你的意思说 这是为将来的选举做一个动员 前期的工作 大家都要有民主意识 前期的工作 最起码的话就 老伯仁的话就是现在要明明直选这个村长是 自己的权利 大家就是要英朗 懂得这个道理 很多地方发现了 老伯仁有底子里这个假选举的话 你安排的人就不行 他就把那个 那个叫做精神病的啊 或者是弱智的啊 他把这样的人选上来 他说 这样的人最起码不会害我 这就是一个对你的 一个这样的选举的一个否定嘛 据我所了解 这个农村的现账 往往呢 就是 实在样子 一个 农村里面它有一种 家畜伯业 家畜伯业 比如你姓陈啊 你姓刘啊 嗯 做做工作 他这个家畜在村里面这样的 就是 不管怎么样 他一起做工作 这个家畜就投下了 嗯 我们宝爷师兄嘛 显上来的村委会就是全部是老伯仁出现上去的 他们也就是当时因为他们家畜非常大 都姓章嘛 村委会里面四个 呃 四个村委会的成员的话有三个姓章的 就他们上来之后 他们现在对 不管是对一姓的老伯仁也好 对他们张军的老伯仁也好 都分得是一次同位 他知道他现在的潜力是哪一姓老伯仁 老伯仁到时候搞得不好可以罢免他 在这种情况下 他最起码说 比以前的那些 完全就是说 是控制操控下来的那个嫌疑的话 所以这样农村的干部要强得多 最起码他们不会害老伯仁 这就是你当选人代表以后 实际的工作状况怎么样 和你原来的设想有没有区别 究竟就是这个村民 能不能走出这个自治的这个误区 通过你来看 对这个问题 你怎么对这个村民这个自治这一块 你是怎么想的 就是说到底是不是自治 以及能不能自治 那换我一问来说 这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就是一个 三个维度 一个从政治方面就是民主的 从经济方面就是史上的 那么从社会这个基层来说 就是自治的 这是从传统社会到 现在社会国度的 一个比较的一个区制 虽然说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 没有任何的方式可以怀疑 我们农村的发展方向是自治的 村民选举这一块 根本他不像他所说的 政府不该折 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要是说政府不干涉了 那就不是特赦中国了 那叫中国也不叫特赦 那就是 另一个名字 那就是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是什么问题 就是指质啊 支持政革社会中的一个部分 是民主的 是民主的 市场的 辞职的 一个社会的一个部分 如果就是说 制高 经济改革 不高政治改革 政革社会也改革不了 那么制高辞职 制高辞职 那么就是说不高其他的 黑套的这个政治改革 和时尚改革的话 我们的资质也是不可以的 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政革社会的 变革的过程中 有没有一个路径 有没有一个好的方式 一个好的方法 其上是有的 我们从 无论从中国 还是从国外的这个社会 显示各种中 我们可以看到 社会的转型 受限是人的转型 那么人的转型的话 就是他的意识的一个变化 他的意识的变化 带来的是他的一个 行为方式的变化 行为方式的变化 带来的是 整个社会直立的变化 那么一个社会转型 其实就是一个社会 直立的 末世的发生的变化 这个事情 我们之前没有预料到 政府会这样子 对我们 那是 手无穿帖的平民 我们全部都是依法的去 根据法律去罢免 提出罢免 他们 马上 把诈验一样 触动那么多 防暴警来 镇压我们那些村民 当时李光烈就住在这里是吧 李光烈住在这里 他当时跟他拍的片子也在这里 这是他 就是他 这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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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你陪他去做的老部CT 对 对 是 这样一个相信国家法律的人 就是说为老百姓的利益 说一说话的一个人 就要遭到这样一个毒打 安全感都没有 和生命的话都没保障 那只行 这是李光烈拍的片子 对啊 这是李光烈拍的片子 对 李光烈在这里住了多久 住了一个一个个礼拜 大概一个个礼拜 对 有没有可能避免的错诊 我想的话是基本上的话 就是如果说 达到这个程度的话 是基本上没有什么错诊可以避免 达到什么程度 就是被他们强行的这样的粗暴的 就是这样的就是镇压的话 就完全老百姓在一种非暴力的 一种和平的状态下 就是说的话去维护自己的潜意 就是说为了就是保护 就是维护他们好他们自己的潜意 他们完全是非常理性的 就完全就是现在就是不理性的是政府 而不是农民 那么就是说农民的话 在这方面要如果是要就是 可以避免一些不发生的事情 就只有不罢免 也不去维护自己的潜意 那么一切的都可以避免 那么如果你要维护自己的潜意 要罢免的话 那我觉得的话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 你觉得这个情况太史村是一个特例 还是基本上很多乡村的情况 以你的经验来看的话 我觉得就有我的经验 和我最多话一边观察到的 也是情况的话 就是全部的很多的罢免村官 或者为群众鼓舞的那个农民 或者是一些在村里去搞境险 或者是罢免村官的时候 都遭到百分之八九十的 都遭到这样的暴力洗衣 暴力镇压 这样的话就是我觉得的话 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在看守所的第三 第十三天 他们就把我们 我跟梁树生 以那个团伙作案的罪名 转那个刑事去留 一转过那个刑事去留 那天就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 在提神市里面度过 他们一共 神了我八十多 应该是八十五天 一神就是一天 有时候 半夜都要出去提神 他们问我的都是 说我跟外界人密谋 反动反抗政府 我们没有反抗政府 我们只是要求 拿回我们自己 那个厚法的传议 我们要求那个法制社会 我们没有做违法的事情 我请他们说我 有任社会基安 说要还要说我判我三到七年 就说我不跟他们合作 就有意多次刁难我 不让我吃饭 不给水我喝 还有一天 叫我不让我上厕所 整天蹲在那里 那时候我收得很厉害了 收了二三十斤在那里 我也他们带我出去外边 那个我们在那里吃过饭 他们都要我带他们回去现场 都手疗啊脚疗都带上 然后拿去什么中大方 一样的很多 十多个刑警压 非常长 我们都没有 不知道犯了什么 所以我们只是要求 发病一个很小的窗窗 我曾经给两个人打过 其中有一个人打过 冯美兰 冯美兰也应得出来 但是他们是 不让他们没有带那个工作站 我们不知道他的名气 为什么 他们说我说的都是飞跨来的 蓝蓝飞那些寂寞 是审讯人员 是审讯人员 他们拿什么东西打你 他们先用那些雪 打我的头 打我的脸 后来就用那个膝盖 归我的肺 你知不知道后来你妈妈也进去了 嗯 知道 他们 他们 还用我老妈脊押我 然后我跟他们回家 就马上放我老妈 他们有意把我老妈脊 带到我门禁的提神器里面 让我听到我老妈的声音 他们把我老妈脊押我 还没有 那么像我老妈的屋子 你把他疑似的 这个人 就是去拿去 就俩 去拿去 谁 這兩個人都本身都在川裡做事的 我本身就沒有提名了 但是在第一次投票的時候呢 我的票數是給他們最多的一個 有331票 但是還差一點點過半數就沒有通過 他們就開始準備第二輪的投票 就是在投票的那一天中午 就出生了一點點問題 就是他們發現有一部分的生產小組 細選對方的人呢 他們就可以沒有委託書也可以幫人家投票 就是選我的人呢就沒有委託書 他們就不會幫我投票 那天是11點 中午11點到2點鐘結束的 在投完票以後 很多川民就發現他們這樣做不公平 就在他開票商的時候 就阻止他開票商 就是最後在這樣騎的 在我們川小水裡面這樣騎了幾個小時 最後呢這個區域的政府人員呢就 就確定把我那個選區那個7個票商就先封存起來 因為當當時那些村民就不讓他們開票商 又要求這第二輪的投票是作廢 那個總監 那個總監 那個總監票員也是當場宣佈 這第二次我那個選區那個投票是作廢的 他宣完宣佈我人以後就說不幹了 因為他一邊那些村民不讓他開票商 那一邊是政府人員 老是要他開票商 另外在場的政府人員都有上兩百人的 政府人員包括公安啊便宜在內的都有上兩百人左右的 他們現在請那些人守住那些路口的人呢就是 一個月的開票商也很大 那些守路口的人只是他們提防外界的人進我們村 有幾十個人守住那些路口 他們沒有必要這樣子做 他們動不動就是說炸人啊 就是說用黑社會啊這樣子搞 我們那些普通人呢都拿他們沒有辦法 他們有法不依他們 我們這個 穿那個事情 難道中央上面還不知道 那現在什麼都沒有 他們沒有做過表過他要調查我們村的事情 有人出村了嗎? 我從那天一句說話不說 一句說話不說 我說風還有旺法叫你玩吧 你真的沒有辦法 你走了 你保住了 你給他拿 阿陳陸說現在搶完載 他說搶完載保證 他要保證 他要保證 他說還要搶到四個月 四個月 四個月就等了 殺死在那份 你有沒有管 他看 還要侵被四個月 你有沒有規定 要費用啊 分了十七萬,百四萬就分了 游貪屋那裏有 他現在個個都說生涯 你村民可以認為我老公是錯的 掌握他一部意見 就是書記都說他沒得要因應 沒得要因應我老公 我當時在路邊站著 他在路邊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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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是什麼原因嗎 不明白,還是不明白 現在還不明白是什麼原因 我們進入我們土地候選人 成為初步帶來活血人 非常明顯 不要當這個星 你只要把表交去 他百分之百要公布 他會公布的 他在這個時候他不會把你幹掉的 對,問題在後頭 他還要第一名初步活血人 再去說正式活血人 他感覺非常明足 你看看 你看我們一能,二能,三能,四能 用五,用五十個 減到四十個 減到三四個 減到二十個 最後減到三個人 這是初步我們開會啊 珍重大家一見到初步發言民主啊 因為依法滿事啊 他是給人一個印象 實際上恰恰給這個印象的背後 就更虛偽 你哪一次都不是我們決定的 你哪一次我們都不知道 都是你們幹的 你不是依法幹的 是不是啊 因為法理說得很清楚 是說根據缴多數選民的意見 確定這時候選人 缴多數啊 我們都沒參與 誰是缴多數啊 我們是缴多數啊 我們是缴多數 我們是一個整體 你感情做了 聽到沒有,這是非常關鍵了 就是這個好 這個選民小組組長的話 產生法理有明確的規定 退選產生 而且北京市的還有規定 就是說選民小組的任何一次會議 用選民小組組長來主持 說你的書記,你的村主任 你的廠長經濟等等 沒有這個權利 為什麼 就是說你這個法定權利 還有 假設他們的話呢 竊取了那個位置 通過非法的方式 得到了那份權利的時候 他指負他的權利來的是 他的善計給他的 他是得他的善計扶子 他同時得他的那個光帽子扶子 那聽到沒有 他既是書記 又是廠長又是經理 又是村會主任 又是校長 又是局長等等 他又是選民小組組長 選民小組組長 是一個臨時線的 但是那個局長等等的職務 是他一個 就是說 是一個長期性的 而且真正的利益的背後 是通過那些職務帶來利益的 所以說 他為了保住他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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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帽子 他只會 誰給他 他只會 對誰負責呢 誰給他選民小組組長 他就會對誰給他這個選民小組組長 全力的人負責 他很可能不會對我們選民負責 這對我們選民來說是非常危險的 非常危險 實際上我們的競選人 在選民小組組長產生之前 很多人要叫提醒量 工作人員做的行動 選舉 我還要重複了 選舉了花花分 代表名額的分配 都要摸底了 都要摸底 我還想到這樣這個問題 就像電視頭的經常做廣告一樣的 選舉已經急了 就像我小時候想 這樣這個話可不可以 我沒什麼叫我可不可以 競選以後 還是我的四個成績代價 還是我的票多些 但是那次元大代表的話 我對這個問題看的就是 中國講的是民主 沒有一點民主 我還是這樣說的 缺少了 自由的機制 我們這些群眾的話 你也還很不容易喚醒 很不容易喚醒 像我們那個成績 現在你基本上喚醒了一點點 在這個環節進行之前 比如說選舉小組組長產生之前 我們就一個傳單 像我所在的選區的家家戶戶 發材料 選民小組組長 該怎樣產生 選民小組組長有什麼權力 依法產生選民小組組長 的話呢 對選舉的公正進行有什麼作用 這是一個 第二個 我們發這個材料 就是的話呢 對那些掌控選舉的違法者的一個警示 發材料就是普發的過程 發材料也就是對那些掌控選舉 按下操作者一個釋養 也就是我們正義的力量相 非正義的力量釋養 是吧 把我們老不信的話的這個 這個關注選舉 把我們政治人的權 把我們關注選舉的這樣一個關注理益 那就把它加強 把我們這個參與選舉的這種人的權 調動起來 一定會起到這種作用 我想的話 那時候呢 只要我們這樣做 我又是活法力 又能打到五 推進初步候選人的時候 過了就無效的 他不會告訴你 他強調說過了之後 再告訴你 在我不告訴你 我公佈 你想進選的人 你再去鎖你的時候說 我們有回禮了 有時間了 你怎麼沒有啊 回到去的時候 我一個別問題的時間 要抓 你要感情的 類似的 可能就是我的執著 感動的選民 就是說這個 以前說我什麼神經病 想當官 這些說法都沒有 知道 姚立法寫的東西 這是她寫的 怎麼人家神經病 能寫出來 她講的道理 都是我們想說的話 我們想說的話 她說出來 她說為我們所謂 想當官的方法非常簡單 其中一條就是行賄 就是買官 我說姚立法不是少官 在前面範圍內 哪一個官是像我這樣去 要想出來的呢 是這樣想的呢 不可能 我想是當次代表比官 這個嘴巴 剛剛那次拍票 單選 是非常的感動 在黑板上 唱票的時候 大家一判斷 就是我贏單選了 這個展示是經久不息 非常非常的高興 而且主席台上那些官員的話 都是一個個的話 低頭諾爾的 低頭諾爾的 都像泄氣的那些打敗戰的那些 那些逃兵一樣的 1980年 監選的話是監選的四次 是最後一次單選 是最後一次單選的 市委就是說 曾經是市委夫書記 馬在學辦公室 我和他這樣 在和他談問題 他選舉的問題等等 當時我就講了 我就講 今年我會 我說和農民我們去 廣泛的宣傳去 去開會等等 他就說了 他說兩點 他說你開會 你敢把農民召集在一起開會 我們就說 我們就要這個 以這個你非法集會 這樣這樣抓你 我說你去往法律看一看 我們我們學你的文件 學你中共前前市委的文件 學你市政府的話 這個這個 關於選舉的文件 我們是接受你的信息 我們沒有表達一個共同的意志 所以要反腐敗 反對中共黨那個腐敗分子 這樣這樣 為所欲為 犯事等等 當時他就牙口無言 他後來就說的話 他說你要小心 這個世道也不是很太平 你這樣現在 你的名氣大 你的影響大 地上你的人也特多 你自己是不是不喝算 外地的人被打是經常的 你要是哪天被打了 那你去找誰 我們回起環境了 趁這個起環境機會 沒有人 我們就搞這個 來打 來了五個 當時姚老師在講什麼 那五個年級 姚老師跟我講的 搞選舉話 不能搞核心 不能搞核心 要按黨專的政策方式 把民間人舉個選舉話 頭岸裡 是來的 這個五個小伙子 所以 他在上面 主要是講的 他就把 衣服上口 就把這個 全員工人拿出來 就從黨 在這個門口下雨 你把這個消遣 把他拿 三個 四五個 跟他來過 那些人 我們也知道 有一個人 難不住了 他就 就 打了一個 皮革瓶子 打了他 打了他 從糖果裡 拖出來 拖到電鍋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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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到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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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道上的薰手 对我大了出手 因为现在已经有了四次 02012月3号一次 0505月1号一次 0507月1号一次 05011月5号一次 总共是四次 但是商情怎么样 这个020那次 我的是比两股骨折 轻伤 这个公安所插谱的薰手来 薰手是够判刑的 我起诉的话 我这个这是一个 刑事自说案件 050的7月1号那一厅 是勒谷骨折 也是轻伤 这个薰手是查出来了的 黑道上的人 就是找到我家里来求情 就说了 就是说这次他们请的人 到公安局去找局长的话 这个不行 公安局局长发话 就是说这次你们把压力 打成这个样子的话 谁也不要来说好话 没用 这个后来黑道上的人 就赶紧找出人来 给我医药费 现在我一直忙的话 没有去行事诉讼 行事自诉 这是一个自诉案件 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 就是说 我这四次被打 没有任何一次的话 就是公安局查 实事就事地把宣守查出来 什么拘留 发款等等 没有给这样的处罚 那一次也能用 在这个发展床这一边 都愿意出来 跟大家做一个解释 肖总 发展床的代表 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有关于这一次 就是说 业主发生的这种留学事件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楼巴 这个以后是怎么解决 是请一期的人 跟我们大家业主做一下 好好地谈 我们是希望通过这种沟通 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通过这种 过激的方式来沟通问题 还有我想要来 通报的一件事情 我想介绍一下 这是发展床的肖总 请大家欢迎 这位是我们康里无业的丁经理 大家应该都认识 大家欢迎 他没有说吧 他就是这是李刚在家吗 他就讲到这一句 我是事啊 事后面李刚就拿衣服 就是小孩子习气 他就出来 有什么事 他就把我那个民兵 没有反抖 他就把他搬那里说 自己开 这样挤进来 挤进来就 扎着李刚去 这样一拳 一拳过来 一拳就被他打在队上 打在队上 哎呀我说你怎么打队了 我就这样这样就张杀了 我就猜不让他打队上 结果一成队上 他打在队上去了 让他抵抗他没反应过来 后面又来了两个小骨子 我就看他的脚靠着 他们就腿 这个踩 一股踩了三四脚 那两个人就跑掉了 外面好像还有两个人在外面说话 他这个是皮破裂 皮破裂的那个 我给你们看一下 那个伤口的一些地方好不好 快快快 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裂口 这是皮破裂 妈你不要过去 妈你不要过去 你不要过去 这个皮破裂 皮裂 腹腔里面有很多血 可能有几千毫升 一千 两千毫升 现在这个皮的已经切掉了 皮切掉了吗 切掉了切掉了 因为要保住命的话 一定要把这个皮切掉 天哪 现在这个血已经止住了 现在血已经止住了 那现在其他的内脏的省伤 我们没有发现 好不好 现在这个手术已经做好了 是不是 这些虚伤 天哪 我不知道下一个会是谁 下一个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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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厌恋凶手 你还要厌恋凶手 听一下听一下 听一下 你还要厌恋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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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晏祖维泉这一块 你觉得有什么可能的出路呢 出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坚持一个 和平 合法 合理 的原则来去飞全 但是就是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 你遇到这些事情 比如说 你和平 合法 合理 他不跟你讲这套 对不对 他野蛮 他用暴力手段来对付你 他不跟你讲道理 那我们怎么办 当然我们拥有的 也就是只有是理性和法律了 所以我就希望这个法律能真正能 能起到这个作用 建设和谐社会的作用 而不是这个法律好像 在你需要它的时候 它却失语了 如果有更多的人 以独立候选人身份来参选 我觉得对姐姐这个问题肯定会有帮助的 但是我也知道他们会非常难 所以对这样能站出来的人 我还是表示敬意 因为我做不到这一点 但是 我希望别人能做到 有人能做到了 我会很敬佩他 但是 你要让我去做我 我还是有点怕 孩子在家 孩子就站在这个地方 看着看着我被打 孩子吓呆了嘛 那是看着看着被打 你在网上也看到一些 比较黑暗的事啊 比较恐怖的事啊 但是你有一种就是觉得 这个跟我无关 对不对 我没有亲眼看见 那这个事情就 就发生在 你的朋友 你的邻居 就在你的楼下这个事情 而且是冲到家门里打 他 如果你说社会上治安不好吧 我们也就认了 对不对 你跑到家门来 公然施暴 还当着老人孩子面殴打 我觉得这个是太恶劣了 我上班都没车坐了 我只是争取一些抗议一下 那结果就要被打成这样了 这个是个社会 就是让人有时候觉得 不能接受 我现在也没做任何违法的事 我现在姚老师也没做任何违法的事 所以那么看到 就是说 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最重要的 成功的 就是去年 那年我们竞选人大代表的时候 我们的主张是 要开一个 人大代表的办公室 接受 人民的 那个选民的质询 结果今年 北京市人大 就已经做出规定 常委会就规定 北京市人大代表 必须每天 每周 两天接受 这个选民的质询 就是投诉 对吧 这就是我们在推动这个 就任何社会上的一个利益团体 总是要通过进入立法机关 才能成为 在立法的过程当中 才有话语权 或者我们自己进入立法机关 或者我们在立法机关 寻找到我们自己的代理人 也就是真正 所谓人民代表 我们也是人民 能找到我们自己的代表 所以呢 特别早呢 我们就受姚老师的感动 姚立法老师是全中国第一个 自建 那个 作为独立候选人 竞选人大代表的 这个活动实际上 对于在当时中国来讲 是一个全世界都是轰动的 但是呢 我开启完全话说 这事儿没什么了不起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本身我们国家 选举法当中就有这样的规定 但是有人不告诉我们 选举法有这样的规定 有人不让我们知道 选举法的规定 那么上一次 我们竞选人大代表的时候 我听了姚老师的意见 我们也去做 我们出入关系 西方世界买不着选举法 好了 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才买了选举法 一读一读一看 姚老师只不过就是在做 选举法当中 允许中国公民做的事儿 那姚老师能做我们也能做 所以上一次 人大代表竞选 我们布姚老师之后 我们也做了这么一次 我今天还在 我今天arded来看 要做什么事儿 在做什么事儿